很厲害 台灣這樣子的 因為我去幫你當台 我知道啊 大馬路上 穿著粉紅色衣服的女子 被幾名員警團團圍住 那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要幫你帶回去 去做簡單的服務 做完之後就幫你回去 你要不要配合 我們要帶證件 原來女子的手提代理 有十組的快篩計 原本以為可以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結果當場被逮 金融警方接獲線報 發現這名女子在臉書社團內 販售快篩計 她公稱是在網路上 跟其他上游賣家購買 一劑200元的快篩計 大量囤貨 再以每劑250元賣給一般民眾 疫情延燒快篩事劑需求大增 卻有不法分子囤購轉賣獲利 本分局與刑事警察大隊 共組專案小組 鎖定一名女子販售圖利 於五日晚間 在台北市中正區一帶 當場查後 女子坦承原價購得後 加價販售 騙其北部 全愛醫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 遵處 並持續溯源追查 警方呼籲民眾 切勿私下販售 應向合格販售地購買 民眾現在要買快篩計 都要到藥局排隊 但卻有人手上有這麼多的快篩 還可以賣給別人 而聽到有人轉手賣 民眾覺得不公平 我覺得對人家排不到的人 很不合理 所以不公平 人家排得要死都排不到 那他還去轉賣 他居然不缺 就要讓給別人有需要的人 市面上 可能有快篩計 在流通買賣 甚至有些人買了之後 用加價的方式賣給另外的民眾 警方在此呼籲 因為買賣這種快篩計 他是醫療器材管理 辦法裡面所管制的藥品 如果有販售的行為 可能會罰3萬塊到最高 可能罰到100萬 呼籲民眾 不能有私底下這種買賣的行為 那如果民眾有接獲這種買賣的行為的話 可以打1919專線 或者向衛生局來報案 落網的27歲女嫌犯沒有正當職業 這回趁著本土疫情嚴峻 賣快篩計想賺疫情財 已經違反了醫療器材管理法 最高可裁罰100萬元 警方還要繼續追查 有沒有其他的盤傷共犯 將向上溯源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